2022年中共举办二十大之前 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打出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风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的标语 四通桥事件震惊海内外 也激起了更多人的共鸣和效仿 2023年中共两会召开之前 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外墙 也惊现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的投影戒服 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而投射出这句标语的当事人柴松 正在中南美洲的走线途中 随即中共出动了大批警力 抓捕了柴松的女朋友 和另外两位朋友 他们至今下落不明 新唐人地视台新闻大家谈节目 邀请到了已经来到美国的柴松先生 听他来和我们一起回忆事件经过 和当下的感想 在济南的万达广场不是投射了这个标语 什么打倒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吗 应该说是很大胆的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 真正是我产生这个想法的呢 也是受彭力发的启发 然后呢新疆大火案 还有白痴革命这等等一系列的维权活动 通过他们的影响呢 我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但是真正让我决定实施这个想法的 就还是这个疫情的无需放开 重大公共决策失误 内心的愤怒之是它是累积的过程 那您当时看到彭力发 在四通桥的这个举动 是在翻墙这个过程中看到的是不是 对 很震撼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人很勇敢 特别勇敢 而且所做出的标语直出重点 每一句话都深入人心 也是当下时刻 最能够说服这个老百姓的话 我是这么认为 很激动 我的心情当时很激动 我说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人 您又在北京生活过 对 我在北京生活 我知道在那儿的政治高压性 比全国任何地方都要高 当时就有想效仿的一个想法吗 还是说后来才有的 当时没有 就是当时呢 就是 第一个是对这个人好奇 就他的背景好奇 第二个呢 就是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好奇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他这种精神我很佩服 那您在了解之后 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这样做 疫情无需放开 这个重大公共觉得失误的时候 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联想到了彭丽发 给了我的启示 当时您这样做的时候 是自己有这个想法 身边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 对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当时我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是没有说的 没有跟任何人说 白纸运动的时候 您有参与过什么吗 我当时也没有在北京 也没有在上海 我在我的家乡被封控住了 我是在YouTube上看到的 有这回事 当时因为我在家乡被封着 我没有办法行动 但是我在我的家里 自己默默地举了一下纸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参与 我当时还点了两个蜡烛 非常的这个感动跟激动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人 说出了这么勇敢的话 尤其是在上海的那条乌鲁木齐路 对 乌鲁木齐路上 喊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下台 CCB下台 习近平下台 当时我就为提他们捏一把汗 我说他们真的很勇敢 但是随后我就会联想到 他们可能会被遭到抓捕 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但是为他们捏一把汗 都是年轻人 对 真的非常勇敢 他们很多人都是学生 那种就是为这个国家好 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的人 后来您是怎么开始一步一步计划 然后去用这种投影仪去投射这个标语的 应该是我从12月下雪 我就开始陆续的买设备 害怕吗 当时买设备阶段是不害怕的 随着我工作的推进 我计划的推进 越到后面我也会感到不安跟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出现一次失误 如果我出现了一次失误 面临的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因为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些秋后孙章的 对 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会对我做一些什么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还是比较紧张跟恐惧的 有刻意表现得很冷静 很平静 很平常吗 也会有 但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恐惧是掩饰不住的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更多的我还是思考的是 整个的过程跟细节问题 如何不被抓捕 如何顺利出镜 如何不影响其他人 就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对 购买器材 然后去设置 然后去刻字 我看您还刻字 对 我自己买了一台激光雕刻机 我现学的 您怎么想到的这个办法呢 就是我先选择了投影仪嘛 然后我去购买这个设备 我就让厂家帮我刻了那几个字 就是曲州辣丫头不卖隔夜货 我买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挺好 然后我就紧接着就开始想到了 我要买这个镜片 自己去雕刻字嘛 先说一下 彭丽发当时是标语 您为什么没想着 就是说用一些不标啊 或者说是一些 就是写在纸上贴在哪啊 没想这种方法吗 因为它不能实现远程控制嘛 我首先要想到的是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不被抓捕 就是说您出镜之后 对 所以我选择了 最终选择投影仪嘛 因为用电源控制来讲 它是最好控制的嘛 然后是自己开始学 用这些激光去刻字 对 厂家的工作人员去交流 去学习 去跑了好多次 应该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前期我只是在买设备 当然也算是准备的时间 但我就没有记录在里面 中间有没有什么坎坷 或者说遇到不顺的地方 有很多 尤其是在我在雕刻字的时候 就是反复实验了很多次 包括它的尺寸 中间的材质可能还不行 我又换了一次镜片 最主要是在雕刻字的大小 我必须要跟它厂家给我雕刻的尺寸一样 而且呢我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需要一个电脑去操控这个激光雕刻机嘛 我特意把我的电脑重新装了系统 而且是装了正版的Windows 我怕这个电脑会被入侵 而且我特意问了厂家 我操作这个设备需不需要联网 厂家告诉我不需要联网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会很安全 放心了 对 在1月17号的晚上 在我第二天准备要出发了 我把我的电脑主机全部拆掉了 就在我们小区的一个空地里把它烧掉了 但激光雕刻机我没有烧 我知道那里也会有操作记录 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把这个机器 因为这个机器买的很贵 要七千块 您自己出钱 对我当时想把它卖掉 但是我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先放在了我的父亲那里 他帮我保管一下 后来被发现了是不是 对后来被发现了 那这个是不是也连累到了您的父亲 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最终他们查清了 我因为我父亲确实是不知情的 他只知道我把设备放在那里 他也不知道这个设备我干什么用了 他问过我 我也没有告诉他 因为后来我在联系商家想卖的时候 因为这个机器放在我父亲那里 我怕会牵连到我父亲 所以我就没有卖 就一直在那放着了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 您的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您做这件事 对知道的就我女朋友 还有我那两个朋友 他们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 但他们知道我租了那个房间 很多的房间其实都是有监控的 会公共区域会有监控的 对 然后我会不让他们上去 就我自己进去 就我装设备啊 去买东西 租房子全是我自己 他们没有上去 我意识到他有可能会过来嘛 就是看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就在跟他讲 我是做广告的 我在说就是广告业 我对对对对对 就即使他过来发现 看到我在装设 我可以告诉他 我就是做广告的 当天晚上这个字一打出来 朋友还跟您拍了一段 当时打出来的这个效果 好像有很多的警车 当时是什么情况 我在戴维的一家酒店里 我收到视频的时间是5点41分 当地时间5点41分 启动之前告诉他们 我说我要把那个标语展示出去 你们帮我拍一下视频 他说好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就帮我拍视频了 因为我想的是 当时就是拍视频的会有很多人 肯定不会只他一个 所以我当时认为拍个视频能构成什么 什么罪行呢 但是后来我才了解到 就是对于政治事件 他们是没有底线 没有法律可讲的 他们现在情况您了解吗 十年的状态 我应该是在2月21号的晚上8点左右 是当地的戴维的时间 我微信打语音联系他们 都没有人接 我先给我女朋友 没有人接 然后我又给我的那两个朋友 打都没有人接 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 如果一个人不回我 可能他在有事情 或者在忙其他的 但是如果三个人都没有回复我 那可能就是他们被带走了 或者去询问或者是去传唤 当然最后我跟我的朋友的女朋友联系上了 她告诉我 当天晚上有50多个人去她家里抓她 楼道里都站满了 对 她的小区里也就很多人出来围观 当时我的事情发生之后 第一个联系我的人是物业 因为物业有我的微信 他要我的电话 他说派出所在找你 要给你通电话 然后问我在哪里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把警官的电话发给我 我说我的电话我不想告诉你 因为当时我留在物业的登记的电话 是国内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然后他就发给了我 然后我的中介 租房的中介也联系了我 也跟他讲的一样的事 也说在派出所在找你 到处找你 然后房东又联系我 就告诉我 你在哪儿派出所要找你 然后我获得了那个电话 我博通 但是并没有人接 所以就没有联系 后来这一年都没有联系过 对 就是您到海外之后 没有再跟他们有联系了 联系不上 我尝试过联系 但是联系不上 也包括您的女朋友 对 当时您出国的时候 有没有打算 带着女朋友一起出国 有 但是他 我没能说服他 当时我有明确地告诉过他 可能我不会回来 因为 我想像个人一样的 过我的下半生 我不想 在一个不拿我当人的地方 生存跟生活 如果说我们 所有的程序是符合民主的 那么 我相信 在这个事件当中 即使你决策失误了 我们愿意承担 因为你是 全中国人民 选举出来的 你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 但如果 不是我们全中国人民 选举出来的话 这个政策的事务性就应该由你来负责 应该说从小到大 是不是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作决定 我们只能 被服从 我们没有决定 都是别人替我们决定 这个标语打出来之后 在山东当地应该说影响非常大吧 您选的是 济南万大广场 朋友圈里啊 或者说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在传 当时我也在我的微信里传播 发给了我的一些群 然后群里也有人回应 我记得一个网友说的 特别的好 他说 他说这疫情这几年 确实把大家逼成这个样子 就有人敢说话 在群里 微信群里敢说话 我相信这件事情 会造成影响 但影响具体多大我不知道 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您的家人责怪过您吗 责怪是有的 尤其是我父母 但更多的是担心我的安慰 好多人也劝我说 你没有必要这样 你过好你自己就行了 很多人都劝我说 你要为你自己想一想 同时也为你的家人想一想 我的考虑 如果我还是纯为我个人的话 我想我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就因为他 他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经济效应 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也很奇怪 就是 当我看到一些 就是我认为不公的事 我就想说话 如果我不说出来 我就很难受 就特别难受别的 我也很看不惯 就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说翻墙相当于是 打开了一个新锁 就看到了很多 然后也可以说 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 对 我觉得我们生而为人 说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 言论自由 这个不应该被任何人剥夺 后来这个事情一发生 然后很多的人被抓 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担心他们的安全 这也是我想问的 为什么隔了一年 才不这事说出来 因为我首先要考虑 他们的安全问题 就是我也没想到 一开始事情会这么大 我认为我当时做足了 就是保护他们的准备 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可以这么没有下限的 株连九族 所以我当时内心很纠结 我知道我此时此刻 最需要做的是 保护他们的安全 而不是在想着 我自己要表达什么 或者我想做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要克制一点 但是我沉默了这么久 我发现并没有换来 他们的消息安危 还是处于失恋的状态 我就决定我说 只有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他们才会更安全 所以我决定报了这件事情 您是怎么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的呢 在YouTube上 或者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些个 其他民运人士 遭受过中国共产党迫害的人士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声音告诉我 这么做反而是最安全的 因为当足够多的人关注的时候 他们反而会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您现在也是等于 想站出来帮这些人 对 然后我还更希望的就是 我能够持续的发声 我不能想着就是做一次 发一次声就没了 或者人就消失了 彭丽发当时就是有很多人在说 可能有一点可惜啊 就是是做了一件很震撼的事情 但是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 或者说现在都失联 对 恰巧就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 不惧牺牲的精神 我认为才能够这样感动 也会影响别人 这是我内心的想法 也是我内心想做的事情 但同时呢 我也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人 让他们更清楚的去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中国 以及认识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不等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不了中国人 当时开放的时候 没有上来就是很高兴 哇终于解封了 没有 我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你忍过这一波就会无数的忍下一波 就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买一口棺材都要三五万 平时都是三千五千 也就是说水涨船高 对 因为确实当时死的人太多了 就是做这个行业的生产棺材的 它已经到极限了生产力 就那个情况下一片感冒药也买不到 很多人花高价钱去买 然后只能买到莲花清瘟 但是莲花清瘟的这个 当时炒到的价格也非常高 根本就是买不到 好多人就是硬扛 而且还有很多因为一些个并发症 所导致的住不了院 哪里都是人满为患 在医院 诊所 你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 然后又看到那么多人死亡 这不是对生命的践踏吗 我们分控了三年正着 这三年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有没有增加我们的医疗设备资源 有没有为放开做准备 我觉得这个在放开之前应该都有准备吧 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如果是正常社会应该会有 我想每个人想去问一问 这三年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核酸 一遍又一遍的核酸 有的一天做两次 甚至做三次 我们再把钱花到了维稳上 封路上 封控上 我不知道这个让我很不理解 就是在疫情这个情况下 世界很多做法跟我们都不一样 您当时也经常做核酸吗 做一个月 封多久做多久 你去哪里都要做核酸 每天下楼做核酸 对 而且在当时 如果你没有核酸的话 就即使你濒临死亡 医院也不会收你 必须要先做核酸才会救你 在生活中国的网友来讲 就只能忍 如果不忍的话 他们就会动用一切的力量 让你去忍 疫情当中 还有这个解封当中 您是有经受过什么 中共政策的铁拳暴击吗 经历过 当时我在这三年当中 我自己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然后我也时不时的被封控在家里 不能外出 我的自由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 然后我在饮食器具方面上 种种都受到了限制 包括我买一个大白菜 可能就需要30块钱 一斤在国内 而且那个时候物价也非常高 所以导致了我们生活 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很多人在疫情当中都吃不上饭了 有很多是被饿死的 或者说病死的这种 然后医疗的物资也没有 您当时是在山东吗 疫情当中 对 我当时的主要的工作是在山东 然后平时呢 我也会回一趟我的老家 我们两地跑去处理一些事情 有时候也会去一下北京 您在山东那边是做什么的呀 我主要从事还是房地产的足利营 当时是疫情当中有什么政策 是影响到您的业务了吗 会有影响 因为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封了很久 发现了这个疫情的时候 大概持续了是有五个多月 这五个多月呢 我们没有任何收入 但是我们却有支出 所以导致我们入不敷出 当时山东有封城吗 在封 我的了解是 像我的家乡 就是如果出现一例 一开始的政策就是整个 这个城市都要封掉 但是可能后来慢慢有所调整 可能就封掉几个街道 或者是通过他们所说的大数据去封锁 他们认为应该封锁的地方 当时您在中国相信他说的这些吗 当时相信 包括我还有我身边人都认为 这是在为二十大做一个铺垫 在政治维稳面前做一个铺垫 所以我们都会这么认为 当时新疆我记得应该是封了好几个月 西洋大火案就那个时候就还是没有解封嘛 所以就给到的这个压力是很大 当时您作为中介来说 或者作为地产方面的这些商业来说 他会有什么要求吗 怎么去给这个二十大铺路呢 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指示就是什么呢 就是主要还是这个政治宣传方面上 还有这个信息统计方面上 他更多的是跟我们要 我们的客户资料 就是客户群体的居住信息需要去登记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所有涉及新疆跟西藏的人员 是不允许我们将标的物租赁给他 这个呢是因为 当然这个没有明确的文件啊 都是管辖区内的派出所民警找我们谈话 会找就是说商家谈话 然后不给他们租 对 他会给我们施加压力 因为他不能去讲 或者跟新疆跟西藏人讲 这个房子不能租赁给你 但他会把压力传递给我们 因为他要保证当地的这个生活稳定 包括政治稳定 租给新疆人或者西藏人 怎么就威胁到政治稳定了 他们也说 对当时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但是我通过翻墙之后呢 看到了他们对新疆西藏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可能后来就慢慢的理解了 您说您当时还在北京也工作过 当时生意是很可以 但是随着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 对我们造成了致命的影响跟打击 当时您跟这些低端人口也接触过 所谓的低端人口 其实也都是老百姓了 那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感觉他们怎么样呢 都是怀揣着梦想 很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到北京去打击 对 而且很多人真的没有经济收入 他是刚刚毕业来北京找工作 每个人都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 但是可能最后北京的做法让他们失望了 北京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它的土地价值也比较高 很多沿街的一楼的居民楼都改成了商铺 但当时的手续肯定也都是申报完了 他们也都有手续 包括餐饮的营业执照 包括做各种行业的执照 他们都有 但是在那个时间段 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全部不合法 然后政府派人强行把你的窗户改成门的 或者是自己改变了主体结构 变成门的全部给你封死 恢复原来的结构 不让你经营 不让你营业 然后还会告诉你 你的执照要重新办理 但是你去办执照的时候 去告诉你这个执照我们不批 当时这些年轻人 您提到很多年轻人是租户 他们对于政府的这样的操作能接受吗 大部分人还是不满的 大家还是觉得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好 我可能今天晚上都没有地方住了 能不能让我在同融一晚上 但是不可以 因为他们有任务 然后这些官方又不给提供住宿的地方 对 他们真的很凄凉 很悲惨 刚刚从大学校园出来 一路都是畅当好 然后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 然后现在刚出了大学校门 就被中共给这样对待 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说 像中共这种极端的封门封窗户 我觉得跟清零里边的很多政策也很类似 在疫情当中您那边就是有看到这种乱象吗 有 我们看到了我们小区有出现了一次一次或者是密接 那么它这个时候就会整个小区的居民不让出去 然后就是你连去下楼去公园六弯也不可以 然后就会把有密接的这一栋楼 然后封住 就马奔汗死 然后你自己的这个房间的大门就会给你贴上封条 不让你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也有很多人选择了扛不住这个压力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个时间段真的跳到了特别多 那个时候您翻墙了吗 我在翻墙 然后也看到中共的一些不好的政策了 对 当时翻墙是怎么一个经过 是身边人介绍的吗 还是 对身边人介绍的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VPN 当时他是用于这个学术交流 所以他给我推荐了一个 他说这个VPN不错 我每年花了180的人民币去买了这个VPN 那大陆翻墙的人不少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自媒体发布的数据 大概是4000多万 但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 应该说很多人翻墙如果看到海外的这种真实的讯息的话 其实这种舆论的扩散在国内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效应 您当时翻墙之后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感受吗 是觉得怎么这些信息都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 会有 就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就翻墙 对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牢笼里 现在想想就生活在一个牢笼里 他通过网络防火墙把全中国14亿人与世界隔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或者认识 都是通过它的官方宣传去认识的 所以我当接触了世界的信息之后 我发现我之前的认识有很多都是错误的 在那个整个时间段里 我感觉到我个人就是情绪也很不好 毕竟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的冲击很不好 但是随着我更多的了解之后 慢慢的调整过来了这个心态 发现我之前都是错误的 然后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 在一开始在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 有抵触心理 甚至也有恐惧心理 甚至认为外界的信息是谎言 因为这个是中共的政治宣传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退回去 但我相信更多的人 随着时间的这个经历 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改变 当时您看到这些消息 有跟着周边的人去聊吗 敢聊吗 也会聊 跟我比较近的人 亲亲朋友啊 或者是去聊一聊 在聊到有些话题的时候呢 确实大家认识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翻墙和不翻墙的区别 就很容易体现出来 比如说是哪一类的 尤其是政治类的 经济类的还好一点 但是政治类的就是完全 大家可能是对立的 对立的呢 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我选择 就是不再去争论 也不再去说那些 因为可能想到胡来往防火墙 就可以理解了 也就释怀了 所以就不再去争论了 所以久而久之呢 也就不会再去谈论这些话题 只会跟一些翻墙的人 或者是对这方面认识比较深刻的人去聊 可能大家才能聊到一起 您觉得您的这份力量能够接下来起到多大作用 有想过吗 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上 当然影响力越大越好 但是我觉得只要做了 不管这个影响力大小 那都是一份贡献 后悔过吗 后悔过 我唯一的后悔就是 当时没有坚持把他们一起带出来 如果有一天您能回到中国 也可以见到彭丽发 您想跟他说什么呢 我肯定会说 我先要跟他喝一顿酒 因为我平时也不喝酒 但是这个人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他喝一杯酒 然后跟他畅聊一下人生 然后也特别想知道 他在这段时间所经历了什么 然后同时也会去跟他交流一下 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勇敢 然后更多的还是在探索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影响我的一生 你觉得现在在中国的这些大陆人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做自己 就是每个人要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中国 认识中国共产党 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那由他们自己来做出 他们如何做到这一步呢 我觉得就要在这个 首先是需要先翻墙 我觉得欣欣做那件事才不有意义 就是拆除防火墙 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觉得当谎言不再弥漫着整个社会的时候 大家了解真相又进了一步 好 谢谢柴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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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